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。 最近正在追三生三世枕上书,纵九和帝君的爱情渐入佳境, 可让小编更好奇的是成玉和连颂的爱情,枕上书中的连颂, 比十里桃花中的更为大胆,基本是一见成玉就开了,成玉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 成玉虽然内心有点喜欢连颂,但不敢敞开内心,害怕连颂对自己不是真心, 可连颂看着放荡不羁,其实对成玉用情很深,小编还记得连颂和成玉有过一段对话。 当时成玉说自己下凡力竭成仙,得到了连颂的鼎力相助,以后自己的是不要连颂管。 连颂深情看着成玉离去的背影,说了一句,又怎知当年你为何会下凡力竭? 这里小编就开始好奇了,难道连颂和成玉还有什么爱情往事? 成玉忘记了重要的东西,其实连颂和成玉的爱情往事, 比凤九和帝君的更虐,而且成玉也和连颂有过三生三世。 成玉本来是佛祖座下的一株无心红脸,所以能够步步生怜。 在第一世的时候,成玉是长衣仙子,同管着九重天摇吃服渠。 那个时候成玉喜欢的是连颂的二哥桑吉,桑吉想逼大家会有点印象, 他毁了白浅的婚约,与小巴奢少心私奔了,成玉对桑吉用情置身, 可桑吉根本不喜欢他。在这一世,连颂还没遇到成玉, 他还是花花公子,一切都当成游戏。 在第二世的时候,成玉流下血泪,投胎成了西朝王族的红玉郡主, 红玉小时候得了怪病。 只有种奇花一草,借助花草的灵气才可活下来。 这时连颂也跟着夏凡丽杰成为了大将军。 他很快爱上了红玉,两人好不容易相爱, 还定下了姻缘,可红玉在16岁的时候,突然白日变为神仙, 和连颂的婚事也就断了。 第三世,也就是重回天界封号为成玉元君的他, 连颂带着凡间的记忆重新追求成玉, 给他设计短刀,让他帮自己操持千花圣典, 就是为了多一点时间和他相处。 刚过去的剧情,成玉千花圣典上失控, 连颂立马上前帮忙,还为他开脱担责。 观众磕到了甜糖,还希望成玉和连颂立马拜堂成亲, 此时的成玉看连颂的表情有了些许变化。 他其实应该对连颂动了情,只是不敢太投入, 害怕只是一场梦。 看完连颂和成玉三生三世的虐恋,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俩的爱情有点甜呢? 希望他们在之后能够终成眷属, 你觉得成玉和连颂在枕上书中会结婚吗? 欢迎在文末留言评论哦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